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怀揣着秘密任务 通常我们把它们称作是卧底 今天的节目里边 我们也想为大家揭开几个卧底的神秘神党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们又怀揣着什么样的秘密任务呢 来看今天的节目 2月2号的凌晨4点56分 家住湖南省长沙市的陈先生 在睡梦中被一条手机短信吵醒了 陈先生拿起了手机 不经意的一看 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当时我记得是4点多 快5点的时候吧 然后我收到一条短信 去银行发来的 说我在几个月之前呢 刚刚在这个提款机上 取了15000块钱现金 当时我就傻了 不可能呢 这个我一直没出门 怎么可能去取钱呢 就是这样的一条银行的提示短信 让陈先生一下子慌了神 在平复了心情之后 他立刻用手机登录了信用卡的账户 果然账户里的钱被取走了 陈先生纳闷了 平时这张卡一直在自己的身上 偶尔呢 他的儿子也会拿着去消费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人用过 而这个时间呢 他的儿子还在睡觉 不可能会是他 那么取钱的会是谁呢 自己就在家里边逐睡 而且卡就在自己身边 但是卡里的钱却不一而非了 我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晚上 陈先生再也没有了睡意 他一直在想 自己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可是想到太阳升起 也没想明白 在确认钱被盗取了之后 陈先生急忙赶到了 长沙市旺城区 丁字派出所报来 通过调看陈先生的 银行交易记录 警察很快锁定了事发地点 结合他的银行流水 我们当时就看到了 当时在嫌疑人取款的地方 就是江潭 这个银行的ATM机 然后调取了 当时ATM机那个 那个房间里面的这个视频 就发现是 那两个年轻人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衣服 做了一些伪装 陈先生卡里的钱 就是在这台取款机上 被取走的 从监控录像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取款过程很短 一切看起来 也是那么的顺畅自然 取钱的人 没有丝毫犹豫 也没有出现 输错密码的情况 那么这有可能是 熟人作案吗 很显然 这个作案者 他对于陈先生的 银行卡密码非常熟悉 看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想 这会不会是熟人作案 就是陈先生把这个密码 有意或者无意中 告诉了自己亲近的人 然后这个人拿着 他的银行卡 去取走了钱 对于这一点 陈先生说 那不可能 因为他的卡 就在自己身上 那么这卡 没有离开人 钱到底是怎么 被取走的呢 记者在调查中 采访了后来审理 这些案件的法官 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没错 在我们审理的 这类案件中 确实有很多 是熟人作案 但是这些案件 还没有那么简单 监控中的两名 犯罪嫌疑人 十分狡猾 在把陈先生账户里的钱 倒刷出来之后 又把倒刷的钱款 进行了多次转账 最终呢 把钱转移到了 一个银行账户上 而这个最终的银行账户 也是并有玄机 我们第一时间 就是把这个 收款的这样 银行卡号的人的 基本信息 它基本情况 通过一些侦查手段 我们发现 这个收款账户的 基本信息 已经是假的 他们就是说 犯罪嫌疑人 肯定是利用了 取假身份 办理他一张 这样的银行卡 他们用于来收款 看得出来 这案犯 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他呢 先是准备了 假的身份证 然后呢 又用假身份证 去银行 办理了银行卡 所以呢 要锁定这两名 犯罪嫌疑人 难度还是挺大的 第一 这个监控画面里边 看不清楚 人的具体相貌 第二 几次转款 最后呢 导到了一个账户里头 可是呢 开立这个账户的 身份信息 又是假的身份信息 那么警方到底 在怎么破获 这些案件呢 当时唯一能做的 就是要等待 这个使用 假身份证的人的出现 过了大概 一个月时间以后 这个使用 假身份的人 终于出现了 在一个网吧里面出现了 警方立即采取了行动 将这两名 一难以为两名 犯罪嫌疑人 抓获不让 令人遗憾的是 落网的两名 犯罪嫌疑人 并不是警方 要找的最终目标 但是假身份的出现 仍然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转机 根据抓获的这两名 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当时他们用 虚假的身份信息 办理了银行卡 并将该张银行卡 卖给了本案当中 一位姓李的 犯罪嫌疑人 并且留了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电话号码 后来在楼底 当地的一家宾馆 将犯罪嫌疑人 李莫抓获 这个犯罪嫌疑人 李莫呢 就是本案当中 被告人李梦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李梦他也不是 幕后的策划者 他只参与了取款 真正策划起 这件案件的 就是监控录像中 跟在他身后的 那个却红色衣服的人 据李梦交代说 几天之后 就是这个案件 策划者王灿的生日 并且对方 给自己打过电话 还邀请了李梦 去参加深入宴会 在经过仔细的部署之后 抓捕行动 随即展开 他就是王灿 南 24岁 湖南楼底市双风险人 初中学历 曾经因为伪造身份证 被刑事拘留 让王灿万万没有想到的知道 在生日这天 他迎来的 不是庆生的亲朋好友 而是法律的制裁 在这次行动当中 以王灿为首的 四人信用卡诈骗团伙 吸入了王 在接下来的搜查中 在王灿租住的出租房里 搜到了大量的作用 一切什么东西 你自己说一下 电脑 嗯 刷卡器 托斯机 联航卡 原业实效 原来 电代网 油盆 假话 这是 嗯 不知卡用的 不知卡用的 嗯 就是这个 嗯 这个具体怎么搞的 你等下操作给我们看好不好 行 嗯 嗯 这边刷 嗯 刷好没有 刷上了 刷上了 嗯 小人下 嗯 小两下呢 小两下是刷了两次 嗯 好 这里刷了 嗯 这另外一边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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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先刷的 嗯 刚刷的 刷一下 刷 刷 嗯 就是用卡在上面刷一下 就行 用卡在上面刷一下就行 嗯 这些卡就负责好了 我们来看看警方扣押的 这些个作案的工具 他们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 一些科技产品 但是呢 这些案件的四名犯罪嫌疑人 就是利用这些个 并不复杂的工具 窃取 复制了别人的信用卡信息 倒刷钱财 实施了信用卡诈骗 不过呢 说在这啊 估计不少的观众朋友 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 这陈先生银行卡里的信息 这伙人是怎么窃取的呢 他们又是如何弄到了 陈先生的银行卡密码的呢 朋友的聚会 竟被别有用心的美女盯上 这个美女 应该是王燦的女朋友林珊 这个被告人王燦呢 为了编语作案 将自己的女朋友拉入伙 信用卡在手 账户里钱却神秘失踪 通过电脑和银行卡刷卡器 将相关信息 复制到空白的银行卡上 接着用复制后的银行卡 和窥视 索得他人银行卡密码 到银行 将他人银行卡里的钱持走 美女卧底 开案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了啊 陈先生的银行卡呢 在自己身上 钱却在外地被人取走了 警方经过调查 最终呢 破获了一个以王燦为首的 犯罪团伙 可是呢 这陈先生的卡在身上呢 他们又是怎么弄到了银行卡的密码 还有银行卡信息呢 本案的这个被告人王燦 他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 购买了这个信用卡的设备 然后通过其他的警民 被告人将他人的信用卡信息 获取完之后 复制到一张空白的信用卡 来示他们的犯罪行为 用非法手段 把信息复制到空白的信用卡上 这信用卡复制到底怎么弄 我不懂啊 人家那是犯罪的手法 可是呢 咱们到底是怎么弄到了 受害者的信息的 这银行卡又没有离开 密码也只有自己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说到这儿 就不能不提到一个美女卧底了 这个美女应该是 王燦的女朋友林珊 这个被告人王燦呢 为了编语作案 将自己的女朋友拉日活 并将这些盗取他人信用卡的方法 全受给了被告人林珊 其中这个本案 这个陈先生的信用卡的信息的泄露 这个被告人林珊 在其中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程度不高 又一心想要报复的王燦 通过步伐手段 学到了复制信用卡的技术 也买齐了相关的工具 可是真要实施起来 靠他一个人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要打入到宾馆 酒吧 KTV内部 有机会接触到客户手中的银行卡 而王燦思来想去 这个最合适卧底的人 就是他自己的女朋友 林珊 随后呢 王燦就做通了女朋友林珊的工作 他呢 让林珊在网上求职 专门啊 挑选酒吧 宾馆 KTV等等单位的收音员的工作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求职之后 林珊果然在一家KTV找到了工作 等到他摸熟了情况 就开始出手了 这一次呢 林珊遇到的人 恰好就是陈先生的儿子 那天我们就是玩到很晚 然后已经喝了好多酒了 有点醉了 叫服务员买单 服务员说要拿着卡 到前台才能刷 他就是受害人陈先生的儿子 那天呢 他就被正在KTV里的卧底 林珊给盯上了 当时呢 有点微醺呢 小陈没多想 就把父亲给他的信用卡 交给了林珊 我记得当时 没有多少时间 然后服务员又拿着这个刷卡机 和我把那张卡过来 然后说是 要我输那个卡的密码 看着服务员拿在手里的移动刷卡机 小陈爽快地输了密码 交易成功之后呢 服务员把卡交给了小陈 然后就离开了包房 这个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所在 客人在进行消费棍当中 将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了这个被告人林珊 这个被告人林珊 将这个客人的信用卡 放到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读卡器上面 来读取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的信息 这个读取完信息以后呢 被告人林珊呢 拿着这个Post机 找到客户 让客户输入这个营养卡的密码 在这个客户输入银行卡密码的过程当中呢 被告人林珊呢 又通过魁士的方式 记下了这张银行卡的密码 KTV这样的消费场所啊 客人来到这种地方消费 经常是以酒注信 如果多喝了几杯 酒醉以后 防范意识就会解弱 也给了犯罪笨子以可乘之机 窃取客人的信用卡信息 是这个团伙实施信用卡诈骗的第一步 而在这个四人信用卡诈骗团伙当中呢 成员之间分工明确 王灿作为团伙组织者 主要负责制作假的信用卡 灵珊和他的表弟李琴 负责窃取客户的信息 王灿的同学李梦负责盗刷取款 而在盗刷信用卡的过程中呢 这个团伙也具有很强的反侦查的意识 经常使用假发等的信用品状 在取款方式和取款地点上 也有着自己的规矩 一般情况下呢 做一些小金额的取款呢 被告人王灿都会去 但是对一些大金额的 这些资款的话 这个被告人王灿都没有参加 他一般在交代李梦 质取这个信用卡的金额的时候 尽量要选择这些边缘的这些市交 不要再思绪进行资取这个金额 这大概的案情就这样啊 公安机关破案之后 经过检查机关的审查起诉 这起案件呢 转到了长沙市旺藤市民法院 随后呢 法院公开审理了王灿等人 团伙信用卡打击 通过电脑和银行卡刷卡器 将相关信息复制到空白的银行卡上 接着用复制后的银行卡 和窥视所得他人银行卡密码 到银行将他人银行卡里的钱取走 据工作人介绍说 从2014年的3月起 非告人王灿 灵山等人 在KTV酒吧等等消费场所 作案十多期 盗取了他人的钱财近15万元 上来了 网上的不认识的 通过淘宝 网上和银行到酒吧 找到我告诉我 甚至复制银行卡的东西 他说只要把 银行卡在上面刷一下 然后知道他们的密码 就会 搞卡里面的钱 我自己才二十四五岁 又年轻七岁 也不懂事这东西 我不知道的情况 第二次就是第二次我知道了 我就劝阻他 我说不要去搞 从法庭上这两个被告人的言语来看 我们不然看出来 不论是李勤还是李孟 他们都说 这事是王灿起的头 跟他们关系不大 那么这些案件当中 到底谁是主犯 谁是从犯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主犯还是从犯 法院如何判定 反过来如果没有林山 那么王灿只有一堆无用的 刀刷信用卡的设备 也不可能割成信用卡诈骗罪 违法犯罪当中 虚假身份从何而来 主要是一些犯罪分子 通过爬遣 或者通过盗窃的方式 以其本人的身份证件 没有妥善的保管 丢失的这些身份证 用这两种方式 来办理了这个银行卡 美女卧底 拍案正在播出 我们说到警方费尽了周折 最终把王灿等等四个人 抓获归案了 不过到了法庭上 李孟和李勤等人都说 自己是从犯 唱主角的是王灿 那么这到底是被告的狡辩 还是事实呢 经过审理 法院认为 王灿是主角 这毫无意义 李孟和李勤属于配角 但是王灿的女友林山 也是主犯 经过三个小时的审理 王灿等四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了 四年零八个月 至六年半不等的有期出行 王灿和女友林山 在这个四人团伙当中 都算判得重的 王灿作为始作俑者 她自然无话可说 但是她的女朋友林山 却不这么认为 这个女孩认为 自己不就是在 KTV宾馆里边 做了一个卧底 偷偷地记录下了 人家的银行卡 词条信息 再偷看了一下密码吗 为什么也在几名案犯当中 处以了最重的刑罚呢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 这个主要的被告人林山 在一审宣判以后 向本月提出了上诉 他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只能构成重犯 并不是处犯 因此认为 对他的量刑过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在共同犯罪一条中的司法解释 共同犯罪分为 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 一般共犯的是指 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 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是犯罪集团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 进行犯罪活动的 或者在共同犯罪中 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 首要分子 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案件的最关键的几个要素 王燦应该是毫无争议的处罪 而被告人03呢 他不禁在KTV里面做奥底 复制客人的信用卡的信息 而且还偷窥了客人的 信用卡的密码 反过来如果没有03 那么王燦只有一堆无用的 刀刷信用卡的设备 也不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可以这么说 03的作用 在本案当中是至关重要 因此回庭经过回忆以后 一致认为 本案被告人03的犯罪行为 构成了信用卡诈骗罪的主犯 并且根据刑法的规定 对他处以刑法 被告人03在上述之后 上级法院也维持了原判 在这起四人团伙信用卡的诈骗案里边 一个细节也引起了法官的注意 那就是假身份 虚假的身份信息 非常有利于犯罪分子隐藏自身 在犯罪分子实施信用卡诈骗的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起案件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特点 那就是在整个包括审理侦破的过程中 咱们也发现了 在网吧抓获的那对情侣 他们上网的身份证是假的 网络销售这些作案工具的人 他的联系电话用假身份办的 另外被告王灿也是用的假身份证 这么多的假身份到底是从哪弄来的呢 主要是一些犯罪分子通过爬遣 或者通过盗窃的方式 以其本人的身份证件 没有妥善的保管丢失的这些身份证 用这两种方式来办理的银行卡 偷盗丢失 这两种情况是案犯假身份证的一个来源 其次请做假证的人制作假身份证 也是一条渠道 有这两条渠道 所以案犯作案就没什么困难了 那么作为成年居民 如何来避免自己的身份证被人冒用呢 一旦本人的身份证被爬遣 或者丢失了 应当在第一时间到当地的派出所进行挂石 在挂石网以后 也应该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 进行进一步的声明 避免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他人使用 另外呢 相关的这些监管部门 也应当进一步的加强 对互联网的这些非法的信息和渠道 加大打击力度 以免给发生分子以可乘之际 现在像陈先生的这种卡在自己身上 钱却被偷走的情况有很多 但是呢 人又不可能不用银行卡 毕竟呢 银行卡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不是一点点 那么我们在公众场所消费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够避免陈先生的这种遭遇呢 不久之前 海南海口警方成功摧毁了一个 伪造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了犯罪团伙成员五名 这个团伙呢 通过非法手段 获取了银行卡复制设备 复制银行卡信息 支撑尾卡 再用尾卡来盗刷套现 涉案金额七万多元 而在山西太原 一名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为了偿还做生意欠下的外债 竟然冒充银行的职员 以提高信用卡偷置额度做诱饵 通过疑卡扬卡的手段 诈骗了四十多人 涉案金额九十多万元 那么随着信用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越来越多的被使用 在犯罪分子作案手段 越来越科技化 网络化的今天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我们的信用卡 怎么用才能更安全呢 你像本案 我们揭示的 就是一个盗用信用卡信息的 这么一个案件 那么这给我们提的想就是 第一 我们在刷卡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时间 往往是兴奋的时候 欢乐的时候 酒醉的时候 狂欢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卡分离的机会 就会很大 这是时间 第二个是空间 就是我们一定不和卡分开 你比如他要刷卡 我跟着你走 这个就不会存在 王大伟教授说 作为消费者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银行卡 或者信用卡 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密码更是不能让别人偷看到 其次呢 现在还有一些人的银行卡 还是普通的磁条卡 这种磁条卡的持有人 应该马上到银行 更换更为先进的新型卡 这个信用卡实际上是两类 是吧 那么新的一代呢 叫带芯片的这个信用卡 那么老的一代呢 它的这个防范啊 加密的措施要弱一些 所以呢 尽可能选新一代的产品 这样保密的性能就可能增弃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特地查阅了一些资料啊 如果你的银行卡不幸被人窃取了信息资料 那么你不但要在第一时间取出钱 或者是冻结银行卡 而且呢 还要想方设法的友好证据 证明银行卡和你本人都在一起 比如说 有人在发现卡被人复制了维卡之后 立马到最近的地方呢 取出了一笔钱 然后再冻结账户 这样的话呢 银行里的监控和机器 就记录下了你的信息 将来啊 这些个证据也有助于你去跟银行打官司 当然了 这些个都是事后的补救的措施 最管用的方法 还是要自己保管好银行卡 好 今天节目呢 就到这 期待您关注我们都是频道 全新开播的大型户外流经济真心秀节目 环游江西 最红的当家主播和最神秘的嘉宾一起 完成最刺激有趣的闯关任务 全新视角在您畅游不一样的江西 每周六晚8点20不见不散 明天见 高二学生生患心脏病 生命危在旦夕 所以他现在相当于 里边有个定时炸弹 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知道 父母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能否平安走向手术台 他爸爸当时跟我说 这万一孩子要有了 孩子要没了 咱们还是把孩子的遗体 能卷了 咱们都给卷了 抢救患心脏病的高二学生 拍案 明晚播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出